今天我们做蛋糕店最受吃货们欢迎的虎皮蛋糕 虎皮蛋糕由外层的虎皮和内层的蛋糕卷还有奶油组成 先来做蛋糕卷 无水无油的盆里打入5个鸡蛋 另外用个碗加入50克玉米油和60克纯牛奶 60克低筋面粉 搅拌均匀以后是一个比较粘稠的面糊状态 然后把蛋黄分离出来加到面糊里边 这种做法称作厚蛋法蛋黄糊不容易起疙瘩 然后搅拌均匀像这样细腻光滑能轻松流动就行 打发蛋清之前先加几滴白醋或者柠檬汁 一次性加入50克白糖 打蛋器高速打发至中性发泡 蛋白会由原来的半透明变成白色 体积增大好几倍 慢慢变得越来越浓稠 开始纹理清晰的时候提起打蛋器 能提起来小弯钩 不是很坚固很容易下垂的这种 就是中性发泡 停止打发 然后把蛋白和蛋黄糊混合均匀 先舀两勺蛋白到蛋黄糊里 翻拌均匀以后再全部倒回蛋白盆里 继续翻拌 至颜色完全一致 烤盘是28x28的尺寸 垫上油布或者油纸 蛋糊倒进来的时候拿高一点 顺便扔掉里面的大气泡 前后左右晃动一下 让面糊摊均匀一点 表面刮平整 烤箱提现预热 上下刮130度烤45分钟左右 温度高了容易开裂 而且表面也要稍微烤老一点 不然卷的时候容易掉皮 然后放网加上晾冷 趁这个时间我们来打发奶油 100克淡奶油加10克白糖 高速打发 如果奶油容器打蛋头 都是提前冷藏过的话 是非常容易打发的 几分钟就到这个状态了 能提起小尖角 尖挺不流动就可以了 趁蛋糕坯还有一点温热的时候 就可以开始卷了 因为完全冷透以后卷容易开裂 表面盖上油纸翻个面 再撕掉底部的油纸 奶油在这里只用一半 留一半一会儿用在虎皮上 用刮刀抹均匀 然后提起油纸的一端 慢慢卷起来 这里可以借助擀面杖 让蛋糕卷更紧实一点 擀面杖贴紧油纸 反方向拉扯油纸的同时 也就顺便卷好了 然后放冰箱冷藏制定型 做虎皮只需要8个蛋黄 不要蛋清 加30个白糖 打蛋器高速打发 蛋黄打发比蛋清要难一些 时间也会更久一点 一直打到颜色变淡 提起蓬松 而且越来越浓稠 提起打蛋器 低落的蛋糊能保持好几秒不消失 然后加15颗玉米淀粉 翻拌均匀 完全看不到干粉和颗粒就可以了 还是原来的烤盘 把蛋黄糊刮开 摊平整 千万不能一边厚一边薄 不然厚的那边起不了虎皮纹路 烤箱提前预热10分钟 上下火220度 烤8-10分钟 烤箱一定要预热 温度一定要高一点 才能迅速形成虎皮 放网加上晾冷以后 同样盖上油纸 翻过来 把底部的油纸揭掉 抹上另一半的奶油 刮平整以后 把之前的蛋糕卷放上来 包裹上就可以了 制作过程稍微有一点繁琐 但是味道绝对称得上是惊艳 想吃你也赶紧试试 喜欢我的视频就收藏分享吧 感谢关注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